再靠近一點點 就讓你牽手 再勇敢一點點 我就跟你走 你還等什麼 時間已經不多 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 一家你好啊 那在那個 就是最近大家就聽說你加入了這個華岩 簽了這個經濟約 其實大家知道你過去就是有運動選手的底子 然後後來到了體育主播 然後也到了新聞台當了主播 那怎麼會最後有這樣子的想法呢 決定說要簽一個經濟約 因為一開始從可能在大學的時候 或是剛進到剛體育主播 就是在體育這個領域發展 然後就覺得在體育這個領域蠻久了 我現在想要多元化去嘗試不一樣的方向 因為其實我還是蠻喜歡體育這個活動 這個領域的 因為體育讓我覺得蠻開心蠻自在的 但就覺得說 欸久了是不是可以有更多元的一些嘗試 比如說像更多元化不同場合的主持機會啊 或是什麼 然後才因緣際會下加入華岩這個大家庭 那加上華岩就是因為我對他有這個非常一定的認識 因為這就是我的偶像SHE的公司 對 簡易家以後會不會出唱片 當然 剛剛也有講過希望可以多元化發展嘛 所以這些都不排除 但是因為 我覺得我現在是以就是主持人的身份加入華岩的 然後我們是這個文創經濟部 然後我們文創部有很多啊像作家插畫家職人達人這一款 所以我就是屬於在文創部的部門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先做好專業主持人的角色 然後像公司也有莎莎她是很厲害的主持人 就是希望可以向她學習 然後我們文創部其實就是蠻多很厲害的人 像是很多插畫家作家都在我們的部門 你後面就很多當的作者 對對對 後面全部都是就是我們文創部的 像是有馬來摩 然後這個是跟馬來摩聯名的蛋黃歌 然後還有很可愛的爽爽毛 在line的貼圖都看得到 然後還有生田跟丸丸這些都是華岩文創部 所就是簽下來的這些插畫家都非常可愛 所以呢每次進到這個領域都覺得哇好開心喔 那其實剛剛你提到莎莎 那大家都知道莎莎就是主持了很多的旅遊啊 到處去玩的節目 非常非常令人羨慕 然後其實你也是蠻喜歡到處走走的 比如說像人家一樣挑戰辦法 你就要到布魯克林去 然後呢其實你會不會覺得包括說 以後的這也是一個想要挑戰的領域 對因為剛剛講到就是我主持 比較多是體育類的場合 可能主持記者會啊 然後賽事比較多 但是現在希望可以多願化發展 然後剛剛有提到就是公司很厲害的主持人莎莎 就希望他可以像他多學習 然後我自己也蠻喜歡有時候行腳類的節目啊 然後美食旅遊的那種節目就是希望我未來可以挑戰的一個方向 你有沒有跟就是說 Bill跟莎莎或是其他人已經有去了解過說 他們做這樣的節目看起來那麼樣的那麼好 但是其實是不是辛苦的地方在哪裡 跟要做哪一些準備 有當然對 因為之前自己也是電視台出生嘛 大家就會知道說其實做節目不是這麼簡單 你背後可能必須非常辛苦 你可能電視上呈現出來是短短一分鐘 他可能是花了半天整天的時間拍攝的 然後我覺得當然這些辛苦的地方 大家是可能比較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說這是一個過程 我覺得成果出來之後 然後就會覺得那個過程其實辛苦都是值得的 以前很多人會說 譬如說主播就是花瓶啊 然後什麼現在你也嘗試過那個 然後再走出來 是不是你也想要給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女生的這個族群其實是告訴他們 其實你可以有更自主 然後更多的一個人生的歷練跟選擇 對因為可能我覺得女生吧 就會覺得說比較怕怕的做很多事情 或是不管在工作上啊 在人際關係上啊 感情上都會比較屬於會比較怕 但是我覺得現在很多女生都已經很勇敢了 然後很有於做自己 然後覺得說其實你們不要害怕改變 做出就是可能你自己覺得說 對你來說是好的選擇 那麼就勇敢的跨出那一步 就會人生就會不一樣 別猶豫這麼久 只要你說出口 你就能擁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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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